这台船自动的叫敲弹机 是我们公司在先进的机所 这样改进研发出来的 这台机就是一个小时 能敲弹5000个 一个小时 这台机一共是8米长 它包括那个敲弹部分 另外包裹那个光检的部分 光检测部分 光检测就主要把弹 那个坏弹 这个灯从底上照过来 检验那个坏弹 用人手挑起来的 这部分是用来检测的鸡鸡 这部分是用来检测的鸡鸡 这个是古风吹风机 主要把蛋洗过以后 就把那个蛋吹干 在环境很冷的地方 就加温到一定的45度左右的水 这个热水盆 热水盆 这个把那个冷冻天的地方 的水温调到45度 它可以让水温调到45度左右 它是热水盆 它是热水盆 它是电加热的部分 这个蛋就从这里爬升 你讲 这个蛋倒在这里 从这里爬升上去 低 clap 把这个蛋放进来 另外那个蛋 喂喂喂喂 拿开 stuffed 没有 这个蛋 那扇天边 会把这私人公司 把这个蛋的病院 喷零以後加毛刷就洗得很乾淨了 這個噴頭 噴水 下面還有加熱 這裡加熱 加熱發熱管在這裡 加熱的水重新噴 前面還有一個加熱的 前面還有一個管加熱 一點點 這是配電盤 這是配電盤 這裡是控制器 這裡要合理器 這條材質 這裡 一小時五千塊 大概分三行 敲了蛋以后 蛋液 从这里留下来 在蛋黄 一般蛋黄在上边 蛋液在底下 在底下 在底下是鸡蛋黄 在底下是鸡蛋黄 要注意 最冷冻的天气 一定把蛋的温度提升到45度 以上到50度以下 你必须要注意 在冰冰冰 你必须要煮鸡蛋黄 到温度的温度 到50度以下 到温度以后 蛋黄跟蛋液 才比较好地分离开 因为鸡蛋的温度 鸡蛋白和鸡蛋的温度 会完全分离开 这个大量的胃盒 从这里出来了 然后鸡蛋黄 然后鸡蛋黄会出现 从这里出现 这个盖上去 就安全使用 盖上去 它是非常安全的 它是非常安全的 你可以看到 整個機械是製造的 這個外盒是這樣的 這個是放水發門 放水發門 放水發門 You can let out the water from here 還有 這個電控箱可以打開門 The cover of the controller can be opened And you can check the inside parts easily 現在是純動鏈 等等 這個建大 它不同步的 建大刀把 就由這個方向調整 由這個三個螺絲調整 這個電接吧 用上鏈軟 把它變向 把電軟變向 就是這個進彈 這個進彈來這裡的調節 如果不配合同步呢 就要調節這個了 對對對 就是如果你那個彈快 會掉在底下 如果慢呢 就敲不好 所以這個 釣上來那個 覺得要 要調節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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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輪子 那位 小明 你說 我講中文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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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如果我講中文都可以 因為如果我講中文都可以 我講中文都可以 主要是調節這個 這個 三個螺絲有花洞的 調節配合這個同步 才能行的 一般我們這個雞呢 那你告訴我呢 我們這個雞呢 一般太長了 所以要把這個雞 拆成三部分 或者四部分 啊 啊 這個雞呢 是太長了 所以 我們把這個雞呢 我們會把這個雞呢 分別 三個 四部分 現在我們這個雞 開始 示範表演 現在我們這個雞 現在我們要示範 你怎麼操作這個雞呢 嗯 OK 喂 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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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下 是 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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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笔也是5千块的 每个都是5千块的 我们下单 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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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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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下单 下单 27 25 steps 就是 现在下单 我们师傅 为态这种健康 液到 2种功能 如果在天气寒冷的地方 就我们要加温 要把那个水吸到45度湿 如果在热带的地方 水温达到一般到了三十几度 那温度就加温时间短一点 但是在温度的温度 温度的时间比较短 这里可以看到那个发热管 你看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温度的时间 主要那个水加温的作用 就是用蛋 在敲蛋的时候 那个蛋黄跟蛋白分得比较好 所以这个蛋白分得比较好 现在开动毛刷 毛刷开动 没打毛刷水泵 你说毛刷水泵没动 毛刷水泵没动 把鸡蛋送进去 把鸡蛋送进去 把鸡蛋 把鸡蛋送进去 鸡蛋黄物会运动 把它充满 直接测动 到这里 我们要开一个自磊水 把它喷零 喷零 清洁的水喷零 再洗一次 把最清潔的水被噴冷一次 把鸡蛋最洗干净一下 水把鸡蛋再清洗又 hacer Shelley,採取鸡蛋 鑊粉 风 煤 菇蜜 骨蜂吃干 骨蜂吃干 而 the fan will dry the edge 检测完 焦蛋 检测完焦蛋 在剩下的大小时 在剩下的主菜 后来出现了 骨蜂来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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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蛋黄从上边出来 这个蛋液从这里出来 蛋白 蛋黄是这里 这个蛋盒从这里 蛋盒从这里 蛋黄的蛋盒从这里 鸡蛋 生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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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个要分得好 一定要加水温 要到45度 蛋黄跟蛋白 就分得很好 如果鲜的温度 是45度 鲜的温度 鲜的温度 会分别 另外鸡蛋 如果鸡蛋 如果鸡蛋 放到十分长 蛋黄跟蛋白 分得不好了 鸡蛋 要是新鲜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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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公司按照 外国技术的基础上 加上改良研发的鸡蛋 鸡蛋 鸡蛋 这台机是 我们现在的这台机是 一个小时五千个鸡蛋 它的功能有鸡蛋 它的功能有鸡蛋 啊 它的功能有鸡蛋 啊 它的功能有鸡蛋 噴鸡蛋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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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有 清水 最清洗 清水 干净的水清洗 清水 我会清洗 鸡蛋 另外 有风干 吹风风干 然后 清洗 鸡蛋 另外 有 光检 开灯 光检 检验 光检测 和 光检 鸡蛋 鸡蛋 智水 清水 鸡蛋 让鸡蛋 变成 分离 嗯 讲了 鸡蛋 会变成 分离 蛋液和蛋盒 分离 鸡蛋 鸡蛋 和蛋盒 Separate the egg white and the egg yolk. The length of the machine is 8 meters. As you Carура, we have the Naturally set it down. Shain Wright. Now we are going to show you how to operate this machine. unge water. 有些地方 寒冷的地方 要把水溫加到歇式35-40度 如果機器在冷氣中 請用水溫的水溫 加溫的目的是把蛋液溫分離的時候 蛋黃跟蛋白分得比較好 現在我們有一個配電盤 我們這裡有一個配電控器箱 首先開機 開總開關 開運行 爬行運動 你進行行划行運動 建議可以打開門 放了一式運動 感谢观看